倫敦殘奧會第二天賽事 智障運動員歐啟倫 在男子S14級100米貝詠 贏取一面銅牌為港隊搶頭炮 初賽由1分05秒69的歐啟倫 打入決賽以1分04秒53完成賽事 最後金牌由荷蘭榮首艾華斯 以破世界紀錄時間1分01秒85奪得 行政長官梁振英恭賀香港代表隊 又說運動員充分展現 面對挑戰時的頑強和堅毅 令香港市民感受到不不撓 愈強愈強的精神令人敬佩 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也自學 祝願香港運動員繼續發揮水準 為港爭光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